哈喽大家好,我是属龙龙关 本期视频给大家再来一期 来自于微信区12颗星的一场比赛房录像 本期视频我将教会大家如何在赛季初的大师局 17分钟打出45,000的伤害 当然不是很高 但是大家别着急 以局老师的上门速度 明天我们就要讲宗师局了 开局我们先老规矩 阅读一下敌方的打野位置 选的是哪个英雄 我们玩打野 剩下现版本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过多的考虑 我们加双方选的阵容 只需要去看敌方的打野和中单就可以了 这把我们螳螂野区对位狗熊 狗熊这个英雄呢 跟剑魔照姓盲森 瑞文这种英雄是一类的 战士类打野 说人话就是我们螳螂很难打 很难打怎么办呢 那只能跟他错开去发育 错开去刷野 他拿下河线 那我们就拿上河线 他拿上河线 我们就拿下河线 他在上路打架 我们就在中路打架 对不对 他在上路抓人呢 我就去反对他的野区 如果你作为打野 在明知道打不过的情况下 还要硬着头皮跟对面打架 那你不是铁头娃 那你会把队友带崩的 一个打野 最大的机会就会带节奏 把队友带崩了 如何避免这种事情 那你只需要多看视频就足够了 OK 我们这一把的话 正常栏开往下刷 当我们选择栏开的时候 那我们前期两分钟之前 我们这一把的主要抓人对象 是在于中下两路 你玩野和 一定要记住 永远要在自己的刷野路线上去抓人 你不能逆着抓 比如说现在我们刚刷完这个三郎 此时的话 如果我们的双人路打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能去支援的 为什么 因为一旦我们支援失败 那我的野区节奏直接爆炸 我直接呢 就是被队友的节奏带崩了 到我明白了 所以说我们栏开的话 只能去抓中下 这边的话 把这个四两给打完 然后呢 顺势过来打了一个红buff 打完红buff 这个时候就临来了我们第一个 能干克的时机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螳螂升到四级了 四级的螳螂是有位移技能的 是可以去抓人的 而且是要带红buff 这个时候要注意看小地图了 敌方打野很有可能在下路拿河蟹 这个时候我们下路打起来了 或者说中路打起来了 你要有一个判断 能不能去支援支援的话 能不能打得过 我们这边中下两路并没有爆发节奏 敌方的打野呢 现在正在打下路这个河蟹 刚刚的话 他是露了一个视野 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看一下 这个狗头能不能抓到 没狗头下面没有任何的机会 我们直接选到了回程 回程之后 我们买一件幽梦的小剑 战锤和一个把长剑 买完之后呢 把自己的钱给花干净 这个时候我们出门有一个 十秒钟 大概十秒钟的干个时间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野区是真空气的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反对一下中路 或者说去上路抓一波 我们看下中路这边有没有机会 中路这边没有什么机会 那我们只能来拉一下这个上路河蟹 拿完上路河蟹的话 去想办法看一下 能不能反这个狗头的野怪 如果这个狗头这个时候 抓我们家的狗头的话 那我们这波就可以出入侵它的红区 在这边做一个视野 看到 去找一下这个狗熊的位置 不用着急 但是仔细看前绿图 我的视野能被这个狗群给排掉了 但是敌方的双路回程 这个狗熊还敢往河道这边走 马上叫我们家的队友过来包他 这边的话四包一 当你先出去直接承接平衣留他 这边的话 他应该没有看到我们家的辅助过来了 他还敢还手 正确的做法呢 是直接第一时间大招跑路 那这边的话血量很残 不用着急 我们这边一个q就能直接把他收下 闪前拉开 我这个血量应该死不了 ok 不愧是我 那我们这边的话 还剩一点血量 直接过来刷自己的蓝区 因为我们螳螂是点了吸血的 螳螂这个英雄呢 最恶心的 不是他的控动能力 也不是他的抓弹能力 而是他有一个非常恶心的地方 就是能无限 只要他不死 他可以无限的利用野怪 或者小兵回血 就给你打 打游击战 来回交号 你们看我这个血量 我马上就利用这个野怪 把自己的血量回满 等一会呢 我又有战斗力了 我根本就不需要回家 我有战斗力之后呢 我又可以去抓中杀两路了 这就是螳螂这个英雄 很恶心的一个地方 我们这边的话 继续利用这个野怪回血 刷完自己的三郎 等会再去刷自己的那个四鸟 刷完四鸟 我们再看一下中路 有没有机会 中路没有机会 也无所谓的 我们的假野马上就要好了 刷自己的四鸟 刷完四鸟之后 把自己的假野 插到这个先锋坑这边 做一个龙坑的视野 然后再回来刷自己的红须 很完美的节奏 即使抓不到人 我们的野区节奏也很好 不会耽误我们的等级和发育 我们今天的话 看一下有没有关系啊 这边想吃个果实 去抓一下下路那个人 不用着急 吃个果实 看怎么说 血量会满了 这个血量的话 是可以抓的 不用着急 在这边做一个视野 发现了狗熊 OK 憨憨的 还在这边开始 我们要想拍我 我们今天的话 直接大周引神过来 到这个位置 EQ AQ 然后把大周引神 再加一个瓶 直接把它收下 这个小东西是真的肉 把胃也给换掉了 没有关系 我们回家出门之后呢 直接去刷自己的红区 刷完自己的红区 接下来我们就要迎来 全局的第一个大节奏点 五分钟 资源团 你小玩好这个游戏 首先这个游戏 分为三个阶段 前期 中期 后期 你把前期的资源团打好了 就会影响到你中期的发育 所以说 打野后期的决策 能终结比赛 那么前期的决策呢 就是给后期 赢下比赛做的铺垫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家的中单 被敌方的狗熊 打到这个血量 狗熊开启大招 我们家中单很聪明 他把大招留到 小龙那边时候再放 对不对 非常聪明 也把自己的命给丢了 OK 这个时候我们家 小龙先锋马上刷新 我们家中单掉点 这是一个 我们玩打野很常见的情况 前期的话 队友没有任何的优势 在小龙刷新之前呢 中路又掉点了 或者说ADC掉点 反正总有一个人会死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能做的只有置换资源 注意看小距头 敌方大家的走向 他是选择的去了下路 那我们这边的话就知道他去打先锋了 马上过来打这个小龙 这边的话 我们直接把这个中路兵线给补了 为什么去补这个中路兵线呢 因为我们已经知道的地方打野去打先锋 那打先锋的话 他这个先锋对防御塔是有一个斩杀线的 我们把这个兵线牵了之后 防御塔的血量健康 就不会被敌方的打野直接给斩杀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大人已经出去 直接一套技能把它打散 敌方打野非常的牛逼 直接顶着我们两个人的伤害 非要把这个先锋放出去 好像是他一生的直念一样 看到没 我这边的话 因为刚刚守了一下防御塔 导致他们家这个先锋一头撞不死 对面打野从这一波开始 我就知道他是不会玩的 因为他这样玩先锋的话 他会很亏 我会直接进他的野区 他这个先锋撞了几百块钱 顶多四五百块钱 没有任何的用手 我这边直接进他的野区 然后再反他的红buff 看一下对面给不给我这个机会 风女会不会看到我 OK被逮到 那这边的话尝试一下 敌方会不会过来 过来之后呢 我们果断连直接跑路 这边的话肯定会被留的 风女不会让我走的 那这边被发现了 只能回去刷自己的蓝区 时间迎来六分钟 这个时候迎来我们的黄金发育时间 把自己的野区给清空一下 两组野怪就要三百块钱 就抵一个人头了 把这些野怪给清空一下 然后进化到九级 刷完自己的野区之后呢 再去寻找去抓人的机会 刷野的同时呢 我们自己看小绿图 这个时候看到敌方的中单 往这边走了 那我肯定不能饶过他的 来到这个位置接EQ 打他一套 把他血石逼出来 为接下来的反杀做伏笔 OK 他这边很很那个很实相 直接选择了跑路 那我们这波看下 在这个位置能不能打起来 这个位置看下队友怎么说 队友的话打得非常稀烂 拿到这个位置 我没有任意一级能 看到我们家的一滴 直接被单贴了 辅助也没有看他 对面的话 直接刷 这个子直接刷新被动 本来这一波 我觉得是能打过的 因为我把地方的重担都给打残了 但是我们家的队友 是实在是差了一点伤害 被对面给拉扯到死 这个位置的话 我是没有办法进去的 他说我进去百分之百 我能把金克斯给杀掉 但是呢 我可能也会死 一个金克斯的人头 跟我的人头相比 他是不划算的 我们这边的话 看到这个九级狗熊 还在跟我调皮 我当时就忍不住了 直接过来操作他 然后啊 闪现躲他一个意境呢 发现的话 打不过 这一波没打过呢 是因为我手上的钱太多了 他回家补了个神分 打不过他很正常 大家仔细看 现在的话时间七分多钟 我的死亡率呢 是两次 那很多人问了 学习不容的关 怎么样才能像你一样 十七分钟六神窗 刷到一万九千经济呢 其实很简单 就是这三个字 死亡率 当你的死亡率降下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 自己的经济变高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别人死的时候 你在刷钱 就这么简单 你们别看我现在开局七分钟 就已经死了两次了 这一把从现在开始 我一次都不会再死 复活出门之后呢 注意看这个地图 我们家中单 直接单贴了打野的位置 去抓了敌方的双肉 但是这个时候敌方的吸血鬼 想推我们家的中塔 我当时看了一眼 这个下落的情况 中塔是肯定守不住了 我过去的话也是无忌意识 所以说我当时判断 直接来下落 帮下落去抓 这边的话不用着急 当影声 先扛一下 怎么说 已经能刷新好了 跳过去 AQ 这边的话还剩下一个散血 交出自己的散现 直接玩 来一个帅气的蜻蜓点水 这个蜻蜓点水多帅啊 想学吗 想学的话就来我直播间吧 我每天中午都会定时的去教大家 螳螂一天一次的蜻蜓点水教学 我们这边来到他的蓝区 想看一下有没有野怪可以吃 但是我们看到敌方的这个吸血鬼 将近四分之三的血量 我们这个血量肯定是不能过去了 过去的话就要被他一套技能给打死 那这边的话只能猥琐的 到自己的饲鸟这个位置 先把自己的野怪给清空一下 像这种中期的时候啊 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转现发育 对不对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局面呢 就是很多玩家 很多打野玩家 他都会处于的一个局面 什么局面呢 就是经济都压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而且全对还是劣势 当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不要着急 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能失误 因为这种局面 自己失误一次 很有可能就水晶爆炸了 我们这边的话来到下路 看有没有机会去抓他 卡士也过去 还是被他看到了 这小东西跑的是真的快 这边的话 本来想把这个下路兵线 留给我们家的狗头的 但是看到我的黑切还真的只差 两百块钱 那我这边的话只能含了一把 这个兵线给吃掉了 没办法 我真的只差一点钱 然后小龙已经刷新了 刷完一波钱之后呢 小龙第二条小龙马上就要刷新 打个基金面板一看 这个时候我们再看的是什么 团战想赢 主要看的是人数和经济 还有自己家的阵容和龙团的站位 我们复活出门之后呢 来到这个位置去刷自己的蓝区 我实话跟大家说 这一波的话 纯粹是一个尝试 如果说对面要跟我们正面4v4接团的话 这个团战我是不会接的 因为我知道上半区是一定打不过的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之后 看一下有没有机会 发现中路地方的话在抓我们家的中单 此时的话小龙已经刷新了 那我这边想跟他拼一波惩戒 直接把这个小龙给拿下 我们堂堂的话 展上线很高 将近800的展上线 而且还有个ADC帮我打 这边的话一个Q层直接拿下 然后异己能跑到这边来 跟我们家的ADC分兵跑 看一下有没有野怪 能不能剪个漏什么的 看到对面的ADC过来了 当然已经出来AQW 怎么说 一个惩戒直接把它拿下 那这个时候的话 对面的节奏直接就乱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上半区只有两个人下路 有两个人在抓我们家的狗头 正面ADC被我秒掉一个 我们来到这个位置是可以打的 出去看我们这一步操作 锁定敌方的踢墨跳过去的话 先拿踢墨开刀 把踢墨弄死之后呢 被弄也刷起来 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 我们真部者的厉害了 因为我们带的是真部者 所以说越打越猛 直接把这个狗成也给击杀 这一波拿小龙呢 其实也能看得出来 对面不是很会玩 让我们偷了个机 一般情况下呢 我们这条小龙是拿不了 拿不了怎么办呢 那只能去清兵线 上半区打不了吗 那我们只能清兵 转线去打下半区 如果说下半区也打不了 那我们只能想办法去抓单了 这边的话 把这个上路兵线给处理完 然后的话计划打不了 看一下这个ADC走不走 我这边的话给他一个假视野 假装我要过来抓他 然后的话直接真走 这边的话抓不了了 因为他肯定是对我有防备了 而且他后面是有风女的 这一波如果谁能跟我说 可以把这个敌方的ADC 再次造成击杀的话 那我愿称你为世界第一打野 我们这边的话来中路 蹭一波线 然后再来刷自己的红区 时间来到11分钟 大龙马上刷新了 这个时候大龙刷新之后 我们即将的要迈入后期 所以说我们在后期来临之前呢 尽量把自己的精气给弥补起来 因为在后期的话 我们作为打野 就一定要去找机会 抓敌方的失误了 因为那样的话 我们是要围绕着大龙来做事吗 在后期是一定要围绕着大龙来做事的 这个游戏 它就是靠大龙才能去推塔的 现版本防御塔对小兵的伤害极高 而且大龙的话生命值降低 这一剧也就是设计师告诉我们了 这个游戏 它后期它就是靠大龙的 谁能拿到大龙 谁就能赢 就这么简单 我们这边在大龙刷新之前呢 看到敌方的这个中单 还在这边带线 过来的话 直接选择抓他一波 然后这边的话 预判他的位置 一个真眼 直接不要放异技能 异技能的话 不等我放 这边的话一个Q技能 看怎么说 一个Q技能 异技能 接个W 直接把人秒杀 然后还来一个风女 这边的话 直接跟我来葫芦娃对不对 一个EQ 直接瞬间秒掉 此时的话六成增幅的第二个跳过来 和W全部秒杀 因为对面的这一波迷惑行为 那我们这一波觉得直接就要去打那个大龙了 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家的狗头跟对面的狗熊打起来了 我们就的话不用着急 直接过来选择动这个大龙 等一下队友不用着急 蹲一下 adc 蹲不到的话 我们直接过来动这个大龙狗头撑不住了 我们过 赶紧过来把这个大龙要拿下了 今天的话 其实我已经准备好了 要跟他拼成 因为对面的狗头狗熊战斗力很强 他可以一打二 把我们家的双人都都打死了 但是呢 他说的应该没有大招了 所以说我们不用着急 掌握好斩下线 一个省间拿下 我们这边的话 找他一下位置 看到他还在下面 甚至剩下了三分之二的血量 也就是他一个W减速 打引伸 过来之后呢 他还想还手 OK 不用着急 我们后面有一大堆人 这一波再把我反杀 我不玩了 击杀完狗熊之后呢 带着大龙buff 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很明显的 就是分推 四一分推啊 这个版本 我们一般都采用四一分推 正常情况下 不要用一三一 为什么 因为一三一很容易被抓单 作为打野怎么样 对有四一分推呢 两个c位加一个辅助 在中路直接选的推塔 然后的话叫上单去带线 我们就会直接帮这个 对我去抓一下 看怎么说 看到一个吸血鬼在这边带线 又是他 直接把他秒掉一个 EW 直接把他顺点秒掉 然后这个时候呢 马上跟队友说 叫他们中推 你们仔细看小里头 我们家的狗狗头的哪里啊 我们家的狗头的下路 马上照的过来 然后呢 我们又感觉到敌方 好像想在中路 跟我们这边打起来 中路这边打起来的话 一定是要支援的 因为我们这一波 完全是可以打的过 我们是有人数优势 站到这个位置 看好找准机会 我要么就不放技能 一放技能就是一打一打几个 一个W群体减速加减盾加减治疗 我们这边看一下 有没有机会 没有机会没打起来 很可惜这一波打起来的话 我就直接收割了 对面水晶直接就爆炸 很可惜这波中路打不起来 那我们只能去上路带线 准备第三天小龙团战了 看到中路这边还想打 看有没有机会 没机会的话 那我们只能回家买个精神了 很多兄弟们会好奇 为什么我这一步不去带上路兵线 你要逆相思维想一下 如果说我去带上路兵线了 敌方四四五个人 直接选择跟我们家中路这边开团了 我还能支援过来吗 肯定支援不到的 所以说我当时就选择在这边反蹲一下 没反动到也不亏 来到这个位置之后呢 你来了第三天小龙团战 对面肯定想跟我们打架的 没有关系 不用着急找准机会 一个W先破他的盾 然后往后拉 把他盾破了之后呢 把这个龙拿出来 然后敌方打也很着急 直接大人跳到我们家 A的脸上一套 进行帮我们家 A的标准秒杀 但是我们这边直接锁定他 先打这个前排无所谓的 把他秒看之后呢 再盯着这个题目 W1Q把题目秒了 再拉视角看一下下路情况 这边的话还剩下一大堆的人 我们这边先过来吸一波血量 敌方的风格ADC 想开启大招 把我们家所有人给射死 但是我们家队友扛住了 我们这边过去之后 一发品A直接把他收下 很多人会好奇 哎呦 我这一发品A怎么暴击了呀 那是因为我出了穿甲工啊 很多人说我出穿甲工呢 纯粹是脑子里进水了 其实堂堂这样出装没啥毛病的 出穿甲工 你们刚刚也看到了 我偶尔还会暴击一下呢 对不对 我刚刚四下品A暴击了三下 今天的话 我们看下有没有机会 把这个敌方的水晶直接给拆掉 我们家的日女也在赶了路上 我们这边稍微顶一下 然后这个位置之后呢 再大人引起过来 看下有没有机会 敌方马上就要复活了 我看了一下 可能没什么机会了 所以说我当时也是准备跑路了 不过还是尝试一下地方 狗头直接闪现大招出来 那这一波肯定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直接选择跑路 今天的话没有任何的办法 队友过来也只能卖了 我们作为打野呢 是千万不能死的 因为我们死了 大楼没了 我们就被翻盘了 所以过来 先把这个河蟹给打一下 把这个河蟹打完之后 再把这个蛤蟆给吃掉 吃不了了 没关系 这个时候呢 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出现了 我们家队友死了两个 敌方很有可能趁这个时间差 趁这个时间段 去把这个大龙给拿下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时候要做的是什么呢 这个时候一定要牵制住对面 怎么去牵制住对面 跟对面打消耗 在正面给对面压力 但是不跟他们打架 就是给他们压力就行了 这边W闪 再打这个风女一套 但是伤害还是差了一点 这边的话 直接一个精神 规避一下 他们两个人伤害 我们家队友志愿过来了 这一波肯定是打不了的 往后退 但是我们家队友 不知道这件事情 他们还在那里跟对面打架 这一波三打四 怎么可能打呢 只是说上去打一波消耗而已 把我接应一下 这一波直接走就行了 但是队友的话 又是被他们两个留下来了 这一波其实是不亏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打掉了 敌方很多人的状态 我一个人就把敌方的双路 打成冰死的状态了 这一波我们不用回家 看到了无所谓的 就是要被看到 给他压力 他们这边没有状态 打不了 但我们家队友过来之后呢 我们就顺势去把这条大龙给接了 在这种后期的关键时刻 你的决策缺的绝对不能做错 一旦你有失误的话 很有可能你就被翻盘了 前期18分钟 所有的努力全部白费 所以说后期的决策真的很重要 这些决策呢 不仅是打野位置要做的 可能你玩中单玩adc 都要明白这些东西 有些东西对吧 你可以不用 但是你必须得会 你必须得懂 你必须要知道 在这种时间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该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能让我们这场游戏不会输 三龙拿到 大龙拿到 敌方的吸血鬼还想赋予完抗一下 我看出他的心思的 正想去断这波冰线 还想给自己家挣脱一点西方 其实这种中单呢 我是比较喜欢的 那我们这边就给他一点面子 不给他一点机会 直接选择护送冰线 对面死的三个人 是不可能守住这波家的 我们这边的话还有龙魂 如果说这个吸血鬼五杀 那我当场拜他为师 这边跳过来 吸血鬼一个W 直接规避了我的伤害 那这波很聪明 我们家的AC死了之后呢 辅助又很着急 我在扛这个水晶的伤害 这边的话 狗头也是非常的聪明 不给他一点机会 直接选择了点水晶 视频到最后差不多结束了 再插一个题外话 如果说你是DY平台的 对吧 我们的一期视频是分为两集的 我每次呢 发这个评论都会被冲刷下去 置顶不了 一期是发不出来的 因为时差问题 他们能发超过15分钟的视频 是用电脑发的 我电脑才拉起来 发不出来 OK 关注我 蛋排王子 下过场就 你也可以